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蓝 欢迎来到中华阵线 今天我们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等来了这一刻 英国政府宣布将于2021年1月31日起 实施针对香港人的英国国民 这个海外BNO签证政策 中国外交部1月29日宣布应对措施 1月29日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称 英国政府宣布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那么自1月31日起 中方不再承认所谓的BNO护照 作为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 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赵立坚表示 英方罔顾香港已经回归中国24年的事实 不顾中方严正立场 公然违背承诺 执意炮制出台 所谓量身定制的 具有英国国民海外BNO身份的香港居民 赴英居留和陆籍政策 并一再扩大适用范围 英方试图把大批香港人变成二等英国公民 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来中央谅解的BNO性质 这个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件事情 所以中方坚决反对 也有这个反制措施 那么这个法案的实施就代表什么呢 你不想做中国人 你想做英国人的 你就不是有30万人吗 你这30万人赶紧离开香港 赶紧去英国做二等公民 很明确就是你过去做二等公民吧 我们中国 香港是中国香港不需要你们这样的人 而且这30万人 绝大多数不就是当年那些遗孤吗 对吧 日本当年离开中国留下的 这个丢盔气甲留下的这些女人跟小孩吗 这位日本的遗孤 这个是露体生理可见的 英国走了 留下的是精神遗孤 就是这些 今天这些 香港的 这些所谓的 要自由民主 所谓的反对派 不就这些人 那这些人 他们 为什么英国给他BNO 英国只要离开哪里 哪里 他就会留下来 几个大的陷阱 几个买几颗雷 以后搞定时炸弹 爆炸 今天的美国也是一样 那 这帮人 说白了 就是英国留下的 捣乱分子 乱港分子 那么BNO就是说 你们大胆的搞 把中国给搞残了 搞残废了 一切后果 由我负责 我给你们后路都留好了 对吧 那么我们 知道 中国不承认什么双数国籍 现在我们在香港也是 你要么就是持 中华联盟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这个护照 BNO 免签的地方 还没有 这个香港的 这个护照 多 BNO 说句实话 是前前任政府的 一个败品 当年 为了争取 这个香港的一些 这个护照 对 去日本可以免签 我们开放了 单方面对日本人 进中国的免签 这个政策 所以说 当年 对吧 一直以来被 诟病的 人家都 都说 英国 到香港去 180天 免签 中国大陆 去香港要办这个通行证 大陆人去香港要办通行证 大概好 只能停留大概15天 还是7天 因为我香港 我没去过 我只是转机时候去过 我记得没错 应该是7天吧 那么 现在 你就算说香港 我可以说 你就算是 大陆人去 都什么钱都 都不要 我说实话 也没几个大陆人 愿意去 除了那 除了那一些 这个心目当中 没啥国家 没啥民族概念 这些人 他还是会去的 总的会有 这么一部分人 对吧 那么我们不用去管他 所以说 现在 就是要把他这个东西 给他取消掉 你英国人 你这种香港 持BNO护照的 这种人 你就给我滚蛋 你就去英国吧 去折腾他们去吧 那么 大家要知道 这个英国 现在没有钞票了 对吧 香港这一部分人 总归来讲 持BNO护照的人 多多少少 在香港 是有那么点 这个属于小康生活 以上的这种人 垃圾 英国不要的 他不会给你BNO 当年 大家懂吧 他不会给你BNO的 那么BNO 我来说一说 其实是四等公民 还不是中国 外交部说话还客气的 他不是说是二等公民 其实是四等公民 英国的 这个签证类型 分为这个 这个等于说是 护照类型 分为四种 一种就是他英国 本国公民 我是英国 就是英格兰 苏格兰 北爱尔兰 威尔士 这叫英国公民 就本土的 这个是第一层的 第二层是啥呢 英国的 它的类似于中国的 特别行政区 像马恩岛 马恩岛 直布罗陀 还有那个 泽西岛 这一些呢 它是第二层的 第三层呢 就是说 它的海外的这些属殖地 比如说上什么 马岛啊 对吧 这个英属维尔金群岛啊 包括这个 在太平洋 一些什么 库克群岛 这一类 它的海外的这些属地 那这一种呢 它是归为第三类的 那香港持的这个BNO呢 这是第四类的 就是说前殖民地的 尤其是针对香港 有的这种护照 大家明白了吧 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很烂的 那么 你这种人 英国为什么今天要 它当年考虑的 也是很心思 心思甚密的 万一 如果不行的话 那么这些人 在香港也待不下去 这些人 也经过长期的 这个反动教育 他们也不认同 自己是中国人 那么现在国安法 过了来以后 那么这些人 当然 他们认为自己 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了 对吧 那么 再加上过于 对中国大陆恐惧了 你对中国大陆 有什么恐惧 中国大陆来 是拿你财产 还是 把你给灭了 没有 灭你们这些人的 是你们香港 这几只老鬼 房地产老鬼 他们阻碍你们香港人 没有这个 发展的这个路 懂我意思吧 不是 跟中共没啥关系 再说你们香港人 谈政治也谈不好 也不懂政治 好 那现在 英国当初留下来 这几十万人 对吧 我说过 生活几乎都是 小康水平以上的人 垃圾他不要的 好 那你现在来英国吧 我给你开放吧 你把在香港的财产 都给我转到英国来 再加上我本身新冠 对吧 我新冠 英国现在有多糟糕 英国现在 我跟各位讲 四分之一点五的人 从原来的中产 变成了穷王蛋 那英国政府 现在财政 这个财政压力非常大 今天大家去看 那个GDP的增长 英国大概是 负七 负十一点几吧 反正跌的是很厉害 跌的是相当厉害 那么这些人 赶紧你过去移民 钱 全部都弄过去 全部都转移过去 然后呢 五年以后 你才给你英国国籍 也就是这五年里面 大家想 现在的英国 变异的那个东西 对吧 大家想想看 短期间能恢复吗 有什么工作给你干 他自己本土的公民 开的餐厅都大面积倒闭 商店大面积倒闭 这不行那不行的 你去干什么 你无非是 把钱带过去弄过去 然后在那边呢 打打黑工 或者说 就算不打黑工 给你那个正儿八经的钱 好吧 工作钱 让你可以在那边打工 行吧 你能干什么 你能干什么 大家想想想 你能干嘛 我之前不是看过 原来这个BBC采访过 这些香港人的吗 对吧 采访过他们搬过去 说 反正就是很迷茫 去了那边 都不少说 哎呀 现在中共实行这个国安法 过来啊 我们感觉这里要被镇压了 要被怎么样了 会不会把我们灭了 但是我就想去英国 幸好都要有这条路 但是去英国 问去英国干嘛 一个一个都很迷茫 都很迷茫 那原来这些人 他们还想着 以一种避风头的心理 去英国 对吧 我先待着 看看这边风头 如果不好 如果好的 对吧 不是小厂当中那么恐怖的 被这些西方媒体灌输的 包括毒品国灌输的这种思想 会被镇压 会被搞 清算 那么还要再回来 那么现在中共就是 中国政府就是 怎么样 你们去了就别回来了 我就把这些 对吧 这些民族垃圾 当打包 甩给你英国吧 那钱可以 你带走 你带走 带走 但是 你在香港 我在想 你这个钱 转出去有那么容易吧 也没那么容易吧 对吧 给你香港 也有一些金融管控的吧 也没那么容易吧 那你就能去吧 但是你们去了以后 英国要五年 才能给你正式国籍 那你就在那边 未来怎么样 还说不定 万一 这个 这个 这个病还不好 怎么办 那将来政策怎么办 对吧 正好 我跟各位讲 英国 对吧 咱们都知道 那个 相关指数非常高 挂掉的人很多 就跟美国一样的嘛 美国他也不担心 新冠挂人啊 挂人怎么了 南美洲 一辆辆大棚车 又往美墨边境去了 那么相对来说 勤劳的亚洲人 对吧 香港人 去了那边 不是可以 正好可以 补这个空缺吗 劳动力不就又有了吗 可能还稍微 比那些 什么其他一些 一些大陆过去的人 稍微要能干点吧 打的这个主意 那中国 行吧 那就顺水推脱 做个顺水 人情送给你好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还是那句话 你不愿意他妈做中国人 就滚蛋 就滚蛋 香港是我们中国的领土 所以说 不愿意做 就离开 中国大陆其实也 对香港人是很不错 这些年 包括现在对他们 还很不错 怎么叫很不错 搞了越港大湾区建设 无非就是 你在香港本地 给他们建连租房 这些 对吧 香港政府要建 这个连租房 保障型 这个住房 那些大佬都不同意 没办法 弄了多少次 弄不好 那中国大陆 又不可能说 过去把他们给 替你们香港人 把那些大佬给灭了 那这些人 当年香港回归时候 都是立有功劳的 对吧 霍英东家族 李嘉诚这些人 都是立有一点 立一点功劳的 那么不可能 把他们灭了 这个属于是真正控制香港的 这叫政治资源 不可能把他们灭了 那怎么办呢 越港大湾区建设 这里给你搞点 让你能来内地发展发展 能来内地买买房 创创业 这是一条 另外一条路 不一定说要住在香港 这个鸽子龙里面 所以说中国大陆 我说过 到今天为止 对香港人真的是 就是不错 所以我一直以来 都不是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两句话 很适用于他们 那么第一句话 就是 中国大陆 虽然有 精准工程 有墙 但是我们一个VPM 就搞定了 政府也没有说 来封掉你 政府如果真的想 不让你知道外界的话 你根本没有机会 还有VPM吗 你根本没有机会翻墙 这起 第二 对吧 那香港跟台湾人 他们的墙在心里 他的墙在心里 画地为牢 在心里 他们自己要 翻过心里这座墙 才能变成一个正常的人 和一个正常 跟大陆人交流的人 第二个 有的人手上拿着刀 你能看见不可怕 但有些香港人 跟台湾人 刀子在心里 刀子在心里 毒蛇 他这个毒液 都在这个心里面 这种人 是我们绝对不能给他们客气 给他们任何机会 往死里弄 就往死里整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 艰苦卓绝斗争 武装斗争 28年的一个 也是可以 可以讲通过暴力起家的一个政党 有多种这种手段 来治理 不管是谍报也好 不管是这个内部斗争也好 你们 这些香港港独 跟这些台独 有多少能耐 多少实力 和多少耐心 和这个政党去斗争 你们老一辈的 特别是台独 老一辈的你们那些 被中国大陆赶跑的 那些还 比你现在素质高多了 很多都是黄埔毕业的 专门这个学谍报的 对吧 还不是被中国大陆收拾 夫妇贴贴的 现在你们 自己掂量掂量 几经几两 几经几两 自己掂量掂量 好吧 这几节目就这里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明亮 喜欢的点赞订阅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